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恭喜绿队获胜 欢迎四位国手登场 一条纱 现在是我的时候挑战你们 最后挑战 你们会变成竞争 看几个国手这样瞄准的时候 我就戴在眼睛中看到有一丝杀意 一闪一步 来 我的心蹦蹦跳 我很怕突然间那个球砸到我的脚 很紧张 从旁观者的那个角度 你可以看到那个球是以直线地下去的 所以我真的当下觉得他们的技巧非常地好 看过这几位国手这么精彩的表演之后 我现在很想了解的是 这四位教练要怎么分组 对 请抽签 订阅 那我先来吧 快点 走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一样 因为四位都很厉害 那第一堂课要学什么呢 就是要选球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你这样上战场 要选自己的武器 这是那个重量 13磅 女生通常开始的时候就是8 9磅 这种手 所以我的球是 改变到我的指头和指头 所以它很轻松 而且很舒服在内面 所以那是为什么 当我试试它 我没法试试它 我没法试试它 你可以看到吗 我没法试试它 但是球还没法试试它 所以我没法试试它 所以整个拖子是一拖子 其实是一拖子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拖子的 拖子的 所以你的脖子是45度 你的脖子是90度 这个手 然后你试试保持肩的脖子 所以你的脖子的脖子是在这个脖子 而且5%是在这个脖子 会累 对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因为如果你放这边 你的球不可以清晰 会打到你的脖子 因为如果脚到这边 球会打到 对 这第一堂课的训练 真的是颠覆了我之前 我对保宁球的了解 原来他们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角度都是很讲究 而且都有它的原因的 你们认为右手很重要 但别忘了对右手 因为右手形成为抵抗 你看 如果我这样子 然后我没有抵抗 我可以往这边 我可以往这边 如果我继续这边 然后我没有让它移动 然后我不能转 因为这个东西会停止 然后我只能往往往 所以这边的方向 低下 好 不 如果低下 就是我低下 不是我低下 好 然后你转 然后你可以让它移动 不要让它移动 你让它移动 你要触动后面 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吗 你知道我们担心这样的时候 不是要担担担担担担 这样 对吧 这样子 好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还可以了 太好了 其实我以前真的不知道说 原来这个姿势这么地重要 以前是有样学样 你就去看那种宝英球馆 然后他们全部都是这个姿势 我们就学了 但是你都不知道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所以你看你们的鞋子 这个是鞋来的 好 然后我们这个是跌的 所以前面是跌的 所以我们跌的 所以你们跌的 一 然后那个球在后面的时候 要回来的时候 然后你们就跌的 所以你看我的手跟我的脚的 向上是一样的 所以一起跌的 跌的 两次 好 开始 跌的 好 这个有那种动作 对 两次跌的 然后你跌到这里 你跟球一起跌 对 所以其实 我们脚的速度是由我们的脚 而不是由我们的手 而是在这里的速度 就是球的速度 越快它就越快 对 好 只跌 对 很好 很好 所以你们知道 那个自由摆动 自由摆动 我们就选四步驻走 所以你从这边 从罚球线往回走四步 三 四 再加多半步 所以我们是从这边开始 好 因为每个人的步伐和脚的长度都不一样 对 所以开始位置也不一样 可以 第一步 右脚出来 同时把右手伸出 第二步 左脚踏出 左脚踏出 球就下来 下来 下来 然后第三步 右脚踏出 这个球就会选手的倒了 然后第四步滑 就上去 一 二 二 为什么你们好像是机器人这样 一 二 好 自然走就可以了 要不然手会自然摆上 教练 我觉得我们到这里不会走路了 都忘记怎么走 三 三 要做什么 当教练教我们四步步走的时候 我发现到我们全部人很像变机器人 完全不会走路 四步而已有这样难吗 真的是很难 二 三 四 你的手没有摆动的 要摆动 要摆动 对 你刚才这样 然后走走走 对 我觉得可能就是你脑海中 一直重复一个动作 你在预想着说 我每一步都做到位 然后你为了每一步做到位 它就变成一格一格的动作 而不是流畅了一个 所以后来就发现 动作 你需要它连在一起 所以这才是最难的一点 我又飞出去 你真的是在打篮球 那不错 不错 等一下 一次你的球一出手 我的心就拱一下 再来一遍 好 一起 不用看 为什么不要看 不用看 我没有在看 我没有听的 就是有的人不是有个说法 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则亮就是不用看他打的球 听就好 因为他的球打出来的声音是响响的 你走的时候有很多小动作 可以全部剪掉吗 什么小动作 我 我有看到吗 你走的时候你会这样 有看到吗 然后你再走 你就说我走的时候我这样 你真的 你问他 那个是你的特色 所以我也不方便说什么 打保力球是要越少动作越好 好 才会比较维持 对 好 有好多 你走的时候 你的脚不用 不用这样走 是这样踏出去的 教练被我吓到了 他讲我很多小动作 很像走猫步这样 有吗 ases 球瓶 每个都有一个号码 所以第一个 我们要瞄的是其实 一根三的中间 你的球如果这样进的话 那个球会这样打打 吓到闲火 然后打 viel容易拳到 对 拳到的机率比较高 如果你从这边进的话 你会开花 可能会开两瓶 所以从这里 从这里到罚球鞋那边 好 有60尺 从这边到这边到那个尖头 是15尺 就那几个尖头是吧 对 有七个 对吗 对 最中间的是在20块板 每个尖头之间有5块板 所以我们采用这些尖头来帮我们射击 瞄准 对 帮我们瞄准 每个球道有一个标准 油 那个油的固定和形状是不一样的 油行要放油在上面 保龄球道都会上一层油 早期是为了维护球道 如今却成为比赛胜败的关键 因为球道的游行会影响球的旋转和速度 油量多 形成的摩擦力越小 而油量少 摩擦力就越大 也会增加球旋转的弧度 因此 专业球员面对不同的游道时 必须随机应变 改变策略与打法 原来保龄球有那么多学问 真的不简单 原来这个保龄球的球道 它有数字来代表它的那个方位 以前完全不知道 所以都照感觉去打 所以现在你知道 你就知道 你可以了解说教练要几号位 去调整那个方向 就比较有那个概念了 其实我们打保龄的时候 我们是习惯看到那些最后面的那些品质 可是突然间需要改 我都习惯了 你站15 看15 还是有点左对吗 是 再移多三个 移多三个 三块百 然后四五 看12 对 脚的站步也要移三块百 这样吗 好 好 有一点点过了 对吗 对 然后你现在就射十三 十四 十三 十四 好 来了 有 你看25 好吗 25 对 对 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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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现在我是蓝队最强的 整部篮组只有我第一个 攻击 所以我们除了在球道上练 我们也会有一些电针的运动 所以这些运动是我们在冠军时出来的 也不能去健身房座 所以我们在家用自己的球来练 教练 这个到底是练什么 这个是练腿部 还有口 核心力量很重要 其实我们跟那个教练练习这么多天 我其实一直有疑问 就是说接触到保龄球是一个兴趣 怎么又会有一个奇迹想要变成国手 其实当时也是没有想到这么远 对 就是我妈妈认为我们不要再浪费钱了 因为一直洗笼着 对不对 就是要我们学正确的方法 所以是家人鼓励 我们也是对保龄球有兴趣 所以你们怎么学正确的方法 你们去哪里拜师学 去找教练 有得找的没有 有 私人课 私人课 所以你们算不算是同时拜师 同时入口 对 是同时 同时学的 那不会有竞争吗 谁比谁要厉害的 小时候会有很多竞争 会吗 你们有吵架过吗 有吵架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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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保龄球的话不会吧 八卦 大家听一下八卦 没有 会有好胜吗 会 她会比较好胜 对 就不能输 所以姐姐一定不想输给妹妹 对 如果输了就会闹脾气 打架 我就没有输 对 对 那你们有没有真的哪一次操的 是我 让她 还是 所以好奇问一下 在你们心中 摸一下你们的良心 你们觉得谁的球衣比较好 我的 你也可以讲你的 我认 我认她 为什么呢 我是觉得她是我的 我看她的 榜样 她是我的榜样 谁的奖牌比较多 最高的荣誉是什么 最高荣誉应该是女子世界冠军 对 世界冠军 世界冠军 那妹妹呢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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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会有这个目标要冲去冠军吗 对 因为现在我的名字还不是世界冠军 是世界第二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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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问一下姐姐 你在打这个保龄球的职业生涯中 遇到过什么低潮吗 在2018年 好 那因为我要更上一层楼 所以我再重新学那些技巧 因为我想要有更高的肌力 圈倒的肌力 我的球的速度也变慢了很多 那我要打的那边全部都没打到 他秒了 可是他没有打到 所以你就有一阵子变得非常差 对 所以是因为那个换了才变成世界第一了吗 对 在阿斯维加斯比 阿斯维加斯比 2019年 对 世界第一吗 世界第一吗 球球 你看 妹妹也是要的 我的是银牌 他是这个输到很惨 对 我的对手他第一局打300分 第二局我赢他 对 第三局他打299分 对 然后呢 第四局我就输那么一点点 就没有第五局就完了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不容易的一个战役 对 印象很深刻 对 对手几分都记得那么深 所以那种抗压力真的是很强 是 然后我想问 就是你们的职业生涯会很长吗 保理球其实我们很幸运 可以打到50多水 厉害 只要你能拿到球 是 还能站个滚球 只要手不要抖就可以了 所以我真的希望有一天 能够看到姐妹俩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真的 一起对答 太精彩了 加油 加油 会长 会长 这个 你特地为我们准备的吗 对 真的假的 全部都是我验制过的 自己验的 对 我以为是现买的 太有爱了 只有我们是他们在练习的 就是因为我们练得很辛苦 是 一直练也不是办法 对不对 是 所以要出来这边 找一点灵感 然后充充电 回去再练 肚子味的饱 球会打得好 对长地爱 满满的爱好 我们吃完了就是充满力量 来 我们开始好不好 好 五哥 你皮质都会在家里 下厨 会 高考 会 时不时 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煲汤 你们喜欢吃什么 体质 我最觉得应该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煮的我都爱吃 我看你的体型就是没有什么选的 不挑嘴 不挑食 我曾经受过的 好 你知道我读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我读体育学院 对 那时候我就拼命地去运动健身 然后我在那个健身房 是 然后看到一些伯父 然后我就看看我说 你整天来 我都看到你几年了 你为什么还有一个肚子 然后他就看着我 他就说 等到你是我的这个年纪的时候 看你有没有 他大概那个时候大概四十多岁 所以 然后我这句话 我就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面 我就想 我要到他的那个年纪 我不要有肚子 我是觉得你每个年龄 都不是一个借口 只要你肯运动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你想要主持 这一次的运动节目 因为这一次是关于体育的 然后我自己对体育也是比较有兴趣 对 就想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也喜欢一起在做运动的那种感觉 对 但主持是给李腾主持 你是运动 他包主持 对 对 对 其实我对综艺有点不知道怎么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综艺都是要某一种 好像你就很适合做综艺 正在效果 他的脸就是有综艺感 满满的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娶 就是为了娶观众 然后我们迷失自己 其实我觉得刚入行的时候 那个阶段应该是不断地在做加法的 但是到了某个程度 应该是不断地在做减法 加法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怕自己不够好 就好像一些肉一样 本来其实那块肉本身是挺好的 怕别人觉得不好 就一直在加很多的味道 就让别人觉得想要吃起来 觉得很有味道 是 但是等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当你自己 对你自己足够地了解了之后 你觉得自己其实还挺好的 然后慢慢你就把那些调味料 多余的给减少 然后让人家看到那块肉真正的味道 所以我现在就 不是在右边的吗 对 一号跟三号之间 我现在它是打 现在打一号 有 不够 有 不够纸 不够纸 要在中间一点 对 丢了 丢钱 可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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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你们知道 素芳姐的老公是前国手 也是 因为我跟她也认识很多年了 所以我就有点厚脸皮 就去问她会不会好 她居然答应 还要带大儿子来 所以你也是学校校队的 那最高的分数还记得吗 270 那你有打吗 我在那时候SBC年代的时候 你听过SBC了 刚刚那个叫保龄球社 我们是有代表我们的机构 去参加一些比赛的 所以我其实打保龄球 那时候还是不是很好 然后有名副有名 就带我去跟教练学 哪一位教练就是 哪一位教练 就是她 然后我就 看一见钟情之后 就下定要把她追到手上 是不是她打那个姿势太帅了 太帅了 太帅了 年轻的她是很帅的 对吧 那我们直接来示范一下好不好 好 来 开始 太厉害 我很开心 我们现在没有去吃烧烤 幸好有她们在教我们一下 放手球 放手 你要减少计数 所以你拿那个球 你这样的姿势 你这样虽然会走 你不知道你的角度对还是错 你准备了几次 你就知道你的规则对不对 好 绿组把握机会 跟父子俩透湿取经 加以修正自己的姿势和动作 对于表现较不稳定的泳移 Mike教练更额外提供一对一速成班 篮主 我告诉你 我这一次真的是卯足全力 秘密武器都要搬出来 你们好之为之 我们有一个空间系统 所以在一个球场游戏 我们有十个摄影 所以一个摄影 如果你打一个攻击 你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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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最好是九个兵还是八个兵 然后更好那个分 所以那个兵很难打 兵我们打直线 没有钩的 对 往下打就好了 所以如果有三个兵 两个兵 那那个最维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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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 而且我这个球你知道是那个 树芳姐她老公 那个Mike教练 对 送给我们的 他是说这个只厚一点点这样 如果你用这个球切一半的话 里面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叫做那个志玉 是的 这个是那个 citizenship 我们使用的球里面都是这样 ISUマ's uniform 的那些球里面没有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会让它转弯的 对 是这个志玉 会导致那个重量的重量 了解 你的手 在那个放弃点这里 那个耳朵其实掀出来 掀出来 好 然后那个耳朵就挡起来 就挡起来 是不是 这样会导致转 所以你需要挡起来 正好 转它一下 如果没有慢动的话 就是这样让你挡起来 酷 难度是在于是你要抓那个旋转的速度 同时你的基本的基础工艺要很扎实 所以我打了几球就发现说 我连一个直球都打得没有那么好 我只要跳去打护 我觉得不行 如果真的要去比赛的话 我完蛋 后来觉得说还是保险一点 打直球最安全 那我想问 你看我们这样听 其实保险球就是讲要稳定性 是 你就在练一直练 像你们平时在国家电训练 你们每一天都是会丢极力 有一百多力 对 一百多力 我有比过我打球没有停 十个小时 二十三个游戏 对 你的技术可以很好 但是如果你没有心脏力 是不可以的 那你以为为什么练那个心脏力 这是最难的 要去很多比赛 学 从比赛中学 累积经验 不可以 哥 来 来 来了 好快 很快就要比赛了 而且这一次我们篮组真的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非常努力 所以势在比特 绿组 小心一点 那种重度 太大了 做了 我换队 可以 我哥 多用了 不要没有 不要 我不能 你来 可以 我只会赢了 有气势 你试图 他就会吓到了 多一顿 这一顿 我想看他们两个做 教练一起做好不好 一起做 一 二 三 来 火鸡 来 给他们看看我们真正的实力 对 来 外秀给我们 来 准备好了 绿组 圈套 新牌保龄球赛一共有三个回合 采用积分制 第一回合占一分 第二回合占两分 第三回合占三分 新发就是激励赛 以一次投球来积分 首位上场的队员 必须达到七分会以上 才能交棒给下一位队员 而第二位队员则是八分会以上 以此类推 使用最少投球次数 完成激励赛的队伍 获胜 哇 哇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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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一个 留起你 教练 教练 不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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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认识了 不准备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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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你一站上去就是很紧张 然后就感觉我心跳跳得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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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我们第一场为什么会安排女生先打 是因为我跟Chase相对来说 打到比较多平的几率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把女生先放前面 好 不够 不够 好 不要 好 好 好 我觉得这个挑战最难的地方就是一个心理的压力 因为其实我第一力的时候打得非常直 但只打了八颗 后面就觉得再怎么打 怎么打得不是的那么的直 我的心情是越来越紧张的 是因为我需要用越少次数来打完我的攻击 我的攻击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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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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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到我们蓝队上场 我是第一棒 让我给大家看看什么是开一个好踩头 来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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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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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脚步放慢 可是你拍摄的时候 你不要放慢 可以吗 可以 其实我看到阿武哥 跟我面临同样的窘境 我完全能够体会的感受 因为他就是 当你越想要把他打好了 其实你就会有很多的杂念 他难在哪里 你只要前面几力 一直没有打到 我后面那个压力就叠加上来 可以 好 好 好 来还是有希望的 最后就是因为我 所以拖了大家的后退 就感觉 失望 第二回合 五成五冰果赛 梁祖克派出一位教练参与 抢先完成冰果的队伍就是赢家 上一回合获胜的绿组可优先开始 好 伤好 加油 可以 可以 7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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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可以 好 好 好 哇 八个八个 8分 好 好 8分 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可以赢 而且另外一组 他们还是闪闪的 哪里都在打岔 好 没事 我们两个打岔 一个打岔 好 你也是可以 好 来吧 来吧 好 好 好 其实我已经在想我要怎么打岔了 因为我没有想到他是一个打岔 因为我看到我的球是歪的 所以他会弹回来 打到其他的球 我就真的很吓到 Chase奇迹般的拳倒扭转了比赛的局势 原本落后的绿组 如今只差一个不中 就能完成冰果 紧要关头 拦住能否快速达到100分 嗆先连线 好 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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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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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三回合怎么讲都好 不可以说 第三回合 五对五贝壳赛 杨祖可派出一位教练 加入战局 协助比赛 每人轮流上场 在一局 一共十轮的较量之后 得分最高的队伍获胜 对手全球 活鸡 好 干净 他疯了 有什么要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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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稳住 我们的策略就是 死马当活马一 我们一达一条 还是一条好汉 对不对 我们有什么要失去 八分 很好 很好 脚亮 好 加油 脚亮 一、二、二、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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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全滑 请滑 好 好了 可以 可以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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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很好 OK 好 好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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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赢了一场 可是现在我们平手都在做 怎么办 目前成绩3比3 打成平手 最后的决胜局 两组必须派出一名队员 进行终极对决 以一球定胜负 我就带着平常心去面对这件事情 我就想好说 我只要打好 玩那一粒球就好 其他的我不想 教练跟我们说 敌人不是对方 是自己 所以要怎么战胜自己 就是专注力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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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天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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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是我最好的成绩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 我对得起自己 还有我的队员们 好 好 谢谢 那四位教练有什么话要说吗 跟我们相处的这几天下来 全部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那种感觉 紧张 对 对 我非常骇人 因为我们所教的东西 你们都很努力地在练习 所以很好 这就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我们会珍惜 好 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机会 教你们保龄球 好 谢谢教练 可以教我们 同样的还是要选出一位 MVP 我们决定分给Chase Chase 我觉得拿了MVP当然是高兴的 可是我觉得我也是有带一点幸运 因为我才赢他两分而已 而且对手可能失常了 让我就多一点点的幸运吧 其实我也从教练身上学到 我们心态一定要很坚定 就是在打保龄球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地专注 也不要去让外界 或者是什么东西影响你 保龄球这个东西就是 都是靠你自己的 既孤独又大压力 而且我觉得是让一个人 他的心智成长很快的一个运动 因为什么东西都是你自己去承受的 而且要靠你自己去消化 而且很多东西是当场的一个 立即的一个反应 跟立即的一种调整 绿组三连胜 4比1摇摇领先 严重落后的篮组 在接下来的体育项目中 是否能够逆转胜 新排运动员终于要挑战最古老的体育项目了 田径其实是田赛和竞赛的合称 竞赛指的是跑道上的项目 以时间计算成绩 田赛指的是草地上进行的项目 以高度和距离计算成绩 对 这不是太早 我来准备怎么 你看看后面是什么场地 我不要 你今天是做田径相关的运动 你们要练多一点 两个队四个 我们两个就够了 你们队是队长放弃了是不是 队长都没来 什么意思 4比1所以不用来训练都可以赢我们 需要这么嚣张吗 我看到了 这手臂的肌肉线条 帅哥 难道她是教练吗 大家好 我是沈辉 我是国家队100米的代表 2019年 原本只想通过跑步 增加肺活量的大一合唱团成员沈辉 意外发现了自己的运动天赋 她因此开始积极锻炼 短短三年内从田径校队 跃升为国家队短跑代表 有心不怕迟 不怕路远就不怕致短 希望沈辉继续勇望值钱 教练已经要教我们什么 今天我们会先练习跑步 然后接下来 我们都会要跑步 可是要跑得更快 所以我们是练多长距离的跑步 现在我们是练短跑 所以今天会练的是100米 待会我们应该很快 就可以见证跑得很快的两位 一定要有两位跑得很快 好像很紧张 来了 好快 我跟你说 整个班上跑得最快 就是永远迟到的那一位 大概暖身完毕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今天是转跑 你和我今天从家里就跑完了 你家在哪 哥 挺不错的 你是练长跑吗 我们是在练短跑现在 你有转跑跑吗 就是跑 等一下 好像 好像少一位 对不对 少一个 是不是 等一下 难道我梦想成真吗 我把他干掉 我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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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队长晚到就是对整个绿组的气势上 一开始就有点输一大集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不可以再这样了 对 不要张行客 对 是刚到了 真的 丢脸 所以今天到底要怎么样去训练 我们这个新牌田径赛就是会用 跑 跳跟丢的挑战 跑 跳跟丢 对 我会先教你们跑步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会有两位国家运动员 会教你们丢和跳的环节 好 那我们要先做什么 好 我们先热身 然后就会比赛一百米 直接比赛 热身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手跟脚的协调性的动作 田径的拉伸 它是比较属于全身的 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你在跑步 你可能会用到一些 你平时不会使用的肌肉群 所以如果你没有真的好好地做一个热身 很容易就这样突然间就拉倒 就是一踏到地上的时候就会跳起来 对 练那个弹跳力 这么慢 这么慢 快快把脚踏下来 然后要记得要平衡 好直 感觉脚要好强 你在田径的时候你要的是爆发力 所以你在暖身的时候 其实你的动作是要开始有一点大 给你的肌肉习惯 好 现在热身完了 刚才教练说要直接来一个一百米的 胡语杰 对 就是看你们跑一百米 然后再给你们一些指点 好 那我们就直接来 好不好 好 来 好 你有吗 准备 佳云 我觉得如果说一百米的话 我预测 女生的话 我觉得 佳云有机会 因为她腿长了 但是我觉得六月好像跑步也不错 所以应该是这两位之间 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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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比田径的项目 我挺想推则量 因为我觉得田径这个项目是她的强项 就让她发光发热 跑输的那一位的话 说真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 腾哥竟然跑输 Jasper 你看迟到就算了 还输 你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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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 现在来专业的训练了 好不好 好 大家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 Dominant Lake是哪一支吗 Dominant Lake 怎么知道 好 大家 你们往前看 然后把眼睛闭上 好 看一下前方 就记得你哪一支脚先踏前 那个就是你的Dominant腿 好 来 我们做个调查 谁是右脚举手 都是吗 对 谁是左脚 对 我一直以为我的右腿是我的优势腿 原来我一直都搞错了 接下来我们起跑的时候 就记得把你的Dominant Lake放在后面 好 好 然后是你踩出的第一步 好 一百米大多数都在十几秒以内 都会完成 所以如果起跑得慢的话 就会有很大的吃亏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现在我们就先练习一下起跑反应 反应而已 对 反应 脸不为辣 你可以分断了 脸先 身体没有动 脸动而已 其实是要身体一起跟上 还算是反应 我们会用三个动作 来练习反应的训练 第一个动作 我们先往后看 然后我一按B声 就开始跑 对 对 转身 好 好 第二个动作 大家蹲住 往一边看 然后一批就开始跑 第二个动作最高难度的 用着运动的姿势 然后听到 这个难 太难了吧 太难了吧 一 二 三 一 二 四 一 二 一 二 六月 好 我 我觉得对于反应训练这个东西 我反应得比较快 可能是常常被人家吓 然后一吓就 是谁这样 准备 一 二 一 二 Jasper 那个 教练要我们蹲下来 我怎么蹲 我一蹲我就倒了 这个训练 四 五 六 七 Jasper Jasper 你们怎么蹲的 你准备 热身跑没有什么难度 之后有什么难度就不知道了 这些 header 就是 我就可以了 我可以了 你